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2月9日 曼联列阵杀敌 周四凌晨 英超继续进行 曼联与列斯联上演玫瑰打比 前者是主场作战 曼联经济逐渐走上正轨 目前连战连胜 反观列斯联联赛表现不佳 后者已经连续多轮不胜 对比之下 曼联是一主场称雄不在话下 自从费斯尔退休之后 曼联一直处于动荡 球队并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成绩 主帅换了又换 球员不停地买 红魔鬼 还是无法回到顶尖的水准 不过到了去年夏天 曼联复苏出现了曙光 一个50多岁的荷兰男人 成为了球队的主帅 他就是坦哈格 从曼联输球 跑动距离比对手少十几公里 坦哈格以身作则和队友一起接受惩罚 以及处理基斯坦努朗拿度等方面可以看出 这名主帅相当有魄力 而且他对球队的改造是明显的 除了经济开局遭遇两连败外 曼联联赛还未遭遇过连败 而且主场威力回到当年费斯尔的水准 上轮主场二比一险胜水晶功之后 红魔鬼取得各项赛事主场的十三连胜值得称赞 其中马古斯拉舒福特是对内状态最fit的球员 从世界杯回来之后 他大多数比赛不是破门的分就是送处助攻 此子金仗势必会成为列斯连的后防噩梦 有所隐忧的是 主力后邀卡路士卡斯米路上轮直红被罚停赛三场 缺少了他 曼联攻防将会受到影响 幸好在东窗最后时刻从半人租建了马素萨毕莎 奥地利球星可谓中场万经游 他基本能胜任中场所有位置 相信马素萨毕莎能填补卡路士卡斯米路缺阵的空缺 另外 虽然曼联从一月份开始赛成密集的令人心惊 平均算下来 基本是三到四天就一场比赛 但红魔鬼战绩保持得很好 球队依然可以四线作战 而且目前也取得了各项赛事四连胜的佳绩 面对早已金飞西比的斯迪列斯连 相信曼联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 阵容方面 中场当尼云迪毕克和基斯殿爱丽晨等人因伤缺阵 有着疯子绰号之称的比尔沙马尔塞罗比奥斯 前几年带领列斯连从英冠回到英超联赛 他们的比赛风格往往是大开大合 前一季取得了联赛第九的好成绩 不过由于 这种批法对球员身体造成较大损伤 上季由于战绩不佳 这名阿根廷主帅在去年二月底就被解雇 至此 列斯连的竞争力不断下滑 他们重新成为保足球队 上季最终涉险过关 到了经济 列斯连实力补强不足 他们依然需要为保足而战 由于近17轮联赛 只收获二场胜利 马斯杰·杰西·马尔塞成为经济应超第八位下课的主帅 球队前景令人担忧 再者 经济头号的分手洛迪高摩兰奴近期养伤之中 预计要到4月初才能复出 博德·列班福特合击下理性状态并不理想 面对利新杜马天尼斯和拉菲尔华拉尼这对冠军中间领衔的曼联防线 列斯连想击穿简直难过登天 另外 列斯连最近二次联赛去到阿托福球场面对曼联都输球 而且防线万人统 一共被红魔鬼11次洞穿大门 此番再次出征 列斯连为有寄望输少当赢 阵容方面 还有中场史超活达拉斯和基辛斯奥森马维尔等人因伤无法披夹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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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此前面